8月21日凌晨一点多,有网友发布视频消息称,五台山大桥一家四口跳河,记者注意到,视频中有个牌子显示有景春园字样,而这条视频下面还有评论称,地点是在扬州市江都南路与七里河路交口的桥边。 在这条视频下面,有网友评论称并不是一家四口跳河,只有一人跳河,据该视频显示,当时天色已黑,有很多群众在桥上和河道边围观,桥上停放着消防救援车辆,河道里,有人正在水中搜索救援。 还有商户称是夫妻吵架,其中一人跳河,并不是一家四口,后来公安、消防赶到现场。 8月21日上午,记者致电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取江派出所,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昨天晚上有人报警在碧桂园临江府门口有个男子跳河,是汤汪派出所出警。 随后,记者致电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汤汪派出所,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民警有出警,但是具体情况暂时不方便透露,等后期通告。